今天是聖周三,讓我們用最後晚餐這張聖像畫 並且用聖周三今天的福音作為主題,進入這張聖像畫作一個默觀祈禱 首先大家安靜自己心神,大家可以手上對著手機、電腦或者一張最後晚餐廳的聖像畫 放鬆自己的心情,注意一下自己的呼吸 感受一下聖神就在自己的內心,讓祂光照,引領我們進入祈禱的氛圍 今天福音的主題,很大部分是關於猶達師如何出賣耶穌 所以首先我先為大家讀出今天聖周三的一段福音 然後我就會帶領大家進入這個聖像畫的場景裏作一個福音的默觀 隨後那十二人中之一名叫猶達師,依斯加略的,去見師祭長說 我把他交給你們,你們願意給我什麼? 他們約定給他三十塊銀錢,從此他便尋找機會,要把耶穌教出 無敲節的第一天,門徒來到耶穌說 你願意我門在那裡,給你門,給你預備吃如月節晚餐 耶穌說,你門進城去見某人,對他說 師父說,我的時候近了,我要與我的門徒在你那裡舉行如月節 門徒就照耶穌吩咐他們的狀了,預備了如月節晚餐 到了晚上,耶穌與十二門徒坐席 他們只是晚餐的時候,耶穌說 我實在告訴你們 你們中,有一個人要出賣我 他們非常憂悶,開始各自對他說 主,難道是我嗎?耶穌回答說 那和我一起把手朝在盤子裡的人,要出賣我 人子固然要按照,指著他所記載的而去 但是出賣人子的,那人卻是有和的 那人若沒有生,為他更好 那要出賣他的猶達師也開口問耶穌說 納比,難道是我嗎? 耶穌對他說,你說的事 以上的福音就是大概我們眼前聖像話 最後晚餐這個景象 之前的一些背景 和一些更加細緻耶穌曾經和門徒和尤達師的對話 好啊,現在讓我們帶著這份心情 慢慢地把自己帶進這個最後晚餐廳之中 慢慢地把自己帶進這個最後晚餐廳之中 你可以留意一下 晚餐廳的場景是怎樣的 來到這個晚餐廳之前 想像一下那十二個門徒 又是怎樣為耶穌準備這個晚餐廳的呢? 十二個門徒都各自有自己的心思意念 甚至乎其中之一 一個叫做尤達師的 在來到這個晚餐廳之前 都曾經 臉到曾經 去見過師祭師祭祥 去見過師祭祥 而且都跟他做過一些交易 而十二个门徒在来到这个晚餐厅之前 都来过去到耶路撒冷这个地方 按照耶稣的说话 去为耶稣准备这个晚餐厅 而这个晚餐厅就是按耶稣的说话的吩咐 由一个人提供这个地方给他们 所以现在这一刻 耶稣和十二个门徒就坐在这个位置 你想象到在这个场景你是哪一位呢 你是十二个门徒其中之一 或者向晚餐厅一些其他侍奉的人 又或者你觉得是晚餐厅里面的任何一个没有出现过的角色 不过你是在场的 你不妨在这里感觉下你和耶稣的距离 留意一下耶稣的面容 留意一下耶稣的面容 那时候你看到耶稣的表情 你留意到耶稣的表情是如何的 然后你又听到耶稣这么说 我确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中有一个要出卖我 耶稣的面容 耶稣说这个时间 祂的语气是如何的呢 当耶稣说这句话的时间 你又留意到十二个门徒每个人的表情又是怎样 看来大家都好像很幽闷 而且大家都各自 都跟大家聊天 蛤?是谁呢? 不会是我嘛 究竟谁会出卖耶稣? 大家都非常之幽闷 当你听到耶稣这句说话 你们在场的其中一个会出卖我 你们在场的其中一个会出卖我 你内心有什么感觉呢? 然后你又留意到耶稣继续这样说 你们在场的其中一个会出卖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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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好在场的其中一个会出卖我 当你在晚餐厅的现场看到这个景象 你现在有什么感觉呢 你慢慢有留意到 看到耶稣的眼神 虽然是跟十二个门徒说话 不过就在那一刻 耶稣的目光就看着你 你好像听到耶稣那样跟你说 你们中有一个人要出卖我 当你听到耶稣 眼神看着你的时候 这一刻你有什么感受 有什么感觉呢 有什么感觉呢 中文字幕提供 看来耶稣是有机会每一个人都问一问自己 有没有出埋耶稣 这里耶稣是给了一份邀请我们 这一刻当耶稣的目光 注视着你 仍望着你的时候 你想和耶稣分享些什么呢 现在就让我们肯定停留一会 尝试和耶稣分享一下你的感受 在这份互动之中 都留意一下耶稣对你的回应 好吗 我先来试一下 好吗 对 现在现在有没有试完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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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对你有什么回应 你有留意到耶稣 的眼神是怎样迎望你的 当你碰触到耶稣以慈悲的眼神 看着你的时候 你有没有 多一些的话 想和耶稣 再坦白一点去分享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们很快就来到圣像画 这个福音麦观祈祷的终结 我们会以天主经或者诸土文 这份心意去完结这个祈祷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国内临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想给我们日用的适量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 但救我们免于凶恶 现在就慢慢向圣像画的场景 慢慢出回来 回到自己这个处境 移动一下自己的身体 适应自己现在的姿势 大家可以将仙头祈祷的一些领回 使用笔记录 现在可以作一些祈祷的回顾 将一些东西写下 比如你先头觉得进入圣像画 这里有没有困难呢 能不能进入到这个场景 你觉得和耶稣的距离 是远的还是近的 你在这个场景又是以什么角色去出现 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如果你和耶稣的谈谈之中 有一些未完的部分想继续 这里也做过一个记号 可以将这份意念带去 另外一个祈祷之中 好 我们就今天完了这一节的祈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